昨天新闻独家消息继续带您来看到张成辉倒数计时了 现在台中有一家印刷工厂 它是忙着赶工制作什么呢 要印制一面超大的国旗 它重达20公斤 而且两层楼高的这个国旗已经印好了 有人打算在警方管制之前 要把这面国旗挂在距离张成辉地点不到200公尺的地方 就是要让陈云林经过的时候 一定会看到这面大国旗 摊开国旗现场青天白日满地红 国旗面积大到对四个人合力才能拉得动 将成为前夕 印刷工厂赶工硬制 压孔车布再缝合 工厂是花了一天才完成 至少有20公斤吧 20公斤 对对 拍得动吗 一个人也是可以啊 很吃力哦 嗯对是蛮吃力的 大伙合力把国旗摊开 又合力的收纳好 耗费了不少力气 因为这面大国旗除了大之外 也超重的 有20公斤 印刷工厂突然借到这面大国旗的订单也吓了一跳 是有史以来做过最大的一面国旗 到底是谁委托印制的 又到底要挂在哪里 保密到家 我们自己也很好奇啊 很好奇 对啊 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这样 对啊 这么大一面 这么大一面 而且蛮 蛮少见的 业者不肯证实这面国旗 是要挂在江成辉地点附近 但实际到现场一看 其中这一幅最大幅的出租广告 地主私下透露 已经有人租走了 江成辉地点临近中港路 是陈淵林在台期间车队必经的路线 超大国旗有两层楼高 如果确定挂在这块已经租出去的看板上 陈淵林车队经过的时候 势必会看到 距离饭店不到200公尺 得赶在警方管制日之前挂上去 中日新闻黄梦珍 宣传例如台中报道